四岁孩子如同一张白纸 充满好学还有好奇 但也在无形中让幼教老师更忙碌 需要爱心妈妈来帮助 因为四岁嘛 他们什么都还不会 他就要帮我整理这些小朋友的书分 就是把他排整齐在后路 像他有来他后面的东西 他就会帮我清理 然后小朋友洗碗 他可以帮我看那边 然后我就可以放 我就可以站在这里看出现 就有一个人坐在课室里会比较安全 2001年马列甲慈记创办大爱幼儿园 隔年李秀英主动来当爱心妈妈 每个星期两天 让老师专心教学 没想到这一做就做了16年 我很喜欢带四岁的 因为他们很天生 很天生啊 你讲什么东西 他们都很天理的 从爱心妈妈变成爱心婆婆 80岁的卢奎芳 也和李秀英一样 十多年来 在班上呵护 还有陪伴孩子 一点都不严倦 以前就叫我爱心妈妈 一天不要老了 妈每个人都讲 以前叫老 我们叫你妈妈 不要叫你婆婆 妈帮我妈倒睡 尤其是我们有活动的时候 爱心婆婆帮我为止 出去排队一下 所有爱心婆婆 有爱心妈妈 在倒睡的时候 尤其是活动 那个是真的是 很重要 很需要他们 我们的孙 我们 真的我只有一个孙 他们就会真的 很爱孙 把幼家孩子 当孙子般照顾 爱心婆婆 晚年生活 充满温馨 与欢乐 待新闻 吕佳佳周一集 中日明 马来西亚 马六甲报导